1975他问阿宝老师有关辣椒水粉的管理 他说他有听过有美 包括险近我 这有一个历史阴档 他都有听过 但是没人问说 这个水会是怎么喝最好 怎么喝才有效益 才会跟这一起做不不不 其实辣椒 辣椒你说要把辣椒吃或是怎样 这一般来说是不免贪 不免贪得过度的一个丹心 因为他这种 本身来说辣椒当然是 最重要的一个重要 对水粉来说 比如说像辣椒 因为他是热带的一个作物 他是这个重感 所以他虽然有一个主根系 但是他筋的一个发用 通常是都辣满 所以一般我们辣椒就是说 他筋在开的这个速度会辣一时 筋在开的这个速度会辣一时 对辣椒来说 你就是了解一个这个重点 因为他的一个筋 没有主筋 没有说特别的这个发达 所以他没有耐热 但是当然他又不能这个浸水 这辣椒最怕就是这个堵水 所以我们在这个水粉的解决 管理里面 就相当的一个要紧 最主要就是不能让他堵水 这简单说就是这个 这个倒立 因为我们现在都用这个血盘苗 我们这个血盘苗在蒸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说 你让他这个下去 我们都蒸 耍栽耍栽的时候你要把他用水 那时候一定要因为 这个血盘 他那个培养土 要含我们的铲土 因为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夹作为 他要夹作为 你就是要把他压水 稍微顺一个 顺那个水就对了 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他压一点的水 让他夹外 当然了 这就是说 他有法夹起来 这样来两天 他筋就会打得开 不然你的培养土 你那时候 知道的时候也没有把他压水 他现在培养土 如果是干掉 稍微干掉一点 你还要把他压水 还没办法 他会压 这个泥探土的特性是这样的 所以夹得压水 这就变成这个土的氛围 现在他就变成筋就打得不开 所以 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 所以 大概我们在这个 在症的时候 就是说 他基本 你先了解一个 他是这个水分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说 不要吃水 他这个不缺你吃水 稍微干干一会儿反省 也没什么要紧 但是他绝对不缺你吃水 吃水是会死的 比较干的是比较万事 但是以外我们不能太干了 所以 但是绝对是不能来 这个 吃水 还有一个就是说 知道了我们就说 刚才说到 正义 你一定要压水 压水的时候 你可以染 一个什么荣林菌 还是用一顿玉米树 这个帮助他开筋 甚至有的人 压水后 他会把它切一些油 比如说 一些草油这种 还是说像这个 丁姬家保护的这个粘椎 在这个藏兵 这样一些糖 他会不会去咬 但是就是说 你现在在症的时候 就是说 你刚症 症下来 有的人是会说 我现在要压水 咬一層这个肥 因为我们血盘苗 筋没重 要咬一層这个肥 但是你如果是咬肥 这最好是较薄的 这尽量可以较薄 一般是较薄的 就是说你头边 就是直接水 或是说放一層睡 这样就好了 是说 灌一層这个殉壮 也有感染 或是说 你想要用的才会睡 在那个时间 或是说可以先用 这效果 差不多过15天 过后 我们要滑 这个冰筋肥 或是说 要做这个补肥 差不多在这个时间 我们才来用 所以这个水分 就是说在 在那那个时间 在那那个时间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但是就说 一般我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 因为这个食生苗 食生苗 我们尽量可以诱导 它的这个生根 那个筋可以比较薄 所以就是说 你现在 材料给它 有灌 灌一点点的水 让它这个土壤 和我们的保佣土 可以有加外 这好 这样没问题 这大概 已经就这样 处理了 这个方式 现在来 涮下去 就要把 放在那里 比较大伤 就有点多了 这放在大伤的目的 就是说 要让它稍微炖一下 它可以 筋的 是不是在 那个地方 让它稍微炙一点点的 这个气息 但是 这 这不能太大 这也不能说 过度去 不能说 那个冷气 但是就是说 不要给它 水分很多 稍微让它 这个 我们在说 是说 稍微冷一下 让它稍微炙一点点 这个比较大 它的筋就会 比较浅 我们有法度 这个 高低的 饮水什么 就较没有 这种的 这些问题 所以这 大概在 这个时间点 在材料 这个时尊 还有一个时间 就是说 这个 开花 开花结果的 这个期间 它如果开始在开花 这时都不能太过头 打 因为呢 你开花的这个期间 如果是打 就很容易 去影响到 它的这个 这个三浆 所以呢 如果是可以 有的人是都 勘这个水大 还是说 在咽的时候 就咽头领 咽头领 很骨头领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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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三浆 买的好 就是说 我不要整个咽 我都咽头领 不然我走到头 那水呢 没有它堵掉了 所以咽头领 就吃下去 所以它会打 会打 会打 但是呢 我们都将来 不让它 太过后打 也不让它堵水 这 基本上 我们在 用水的时候 大概 这个水分的 这个光铬呢 可以用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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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大概 你 如果是说 在水的 这个 管理的 这个 部分 你就是 去 增加 就是这个 重点 所以 反正就是说 落后的时候 不能吃水 在那的时候 一定 刚才 一定要 点一点 这个 水 然后 放 让它 稍微 稍微 炖一下 我们一般 说 就是 让它 稍微炖一下 让它开筋 它的筋会比较浅浅 这是一个我们处理的方面 一个要点 刷下去 刷下去就是在这个 开筋结构的这个期间 还是可以淹淘灵 当然你若是用地盘这种方式 比如说用四个盘 或稍微触摆 还是怎样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遮缓 这这样起来 三两方面就比较好 我们这个辣椒和台冬 它都有一个食材 就是说它开灰 就是在基条开车的一个所在 开车在那里 因为像台冬 我们开车就流 流那个灰 另外一边 我们就把它黏掉 开车就把它黏掉 所以这个辣椒 我们喜欢这样做这个经济 如果是在这个辣椒 我们通常是没去 通常是都没有改办心 就是说在核心这些 我们不要让它太早 不要让它太早开 那这个辣椒 如果它稍微流一个基本的形 再来比辣椒就都没有辣椒 比辣椒就一直 因为它如果生隔壁 长的时候 通常它也没法开车 开车很大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可以稍微给它知道一下 当然就是说 由这个 由蒸下去 到开始 我们要开火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差不多要过半月 因为栽的这个时间 就有一段时间起了 所以这个初期的行动 比较慢 我们如果是冷 人家如果是要蒸更早 比如说你要蒸的那个时间 比辣椒更冷 因为辣椒会怕冷 所以你这个材要用大空的 让它放更熟的 拿来蒸 因为对这个气氛更敏感 所以通常要注意一下 我们一般就是说 在这个蒸或蒸之后 会稍微给它这个控制 控制一点点 这刚才说到就是 让它稍微炖一下 那如果是差不多 知道 身外在穿 已经都正常在发酵了 我们就用一点点 这个通常 差不多五六片核 直接吃 我们就用一点点 这个油塑水 让它稍微大一下 有的人是在这 就用这个 所以用平均的 还是觉得不一定的 但是注意这个盖 盖的一个补充 这通常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来说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现在我们算出来 这个辣椒的一个 这个瓶颈的 多少都是算一些 辣椒 因为辣椒好观光的 所以整个的这个 这个过程就是说 材货 这个尽量 因为我们台湾辣椒 我们都会用 很多水 但是有时候就要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头那时候我们会稍微 把它倒一段水 不要倒太多 这个原因 就是不需要让它浓椒 因为你如果是 它有在的时候 水分很少 它很厚大 很厚大 它就浓椒 浓椒 它就比较容易倒涨 所以一般来说 通常是这样 如果是在开灰 水分 你就时间 不能太沓 但是你也不能 没水 你如果是太沓 这个 它散用 就会减少 如果水太多 有时候空气的 这个湿度 如果很高 它受到 你的结果 这个 平均就比较不容易 好 所以这个大概 在水分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 去注意到 这个部分的 这个 这个 最重要的 当然最重要 就是不可以 堵水 这个东西 因为 辣椒的 核子这么多 你稍微堵到 一个水 它很不耽散 你看它 你要是 让它堵到水 大概 整个的 这个核子 就很麻烦 可能你就觉得 它很容易 这个脏 这哪种 去伴到 同样 这 辣椒 如果堵到水 轻的 堵不死 落核子 落到 这个 这样而已 可能会落 落一段 这样而已 如果 辣椒 它就 整个都 绿绿 所以 你看到 核子 核子 在软 尤其 如果 过 新 你看到核子 核子 在落 第一个 重点 你一定要看 是不是 去堵水 还是有 轻微 如果 知道 有 稍微 没有 堵很多 稍微 去堵到水 你用 一点 这个 维他命 B 用一点 维他命 B 稍微 注意一下 補充 一点 在 金 保护 我相信 多少有效果 在这 这部分 可以让你了解一下 大概在 这个 处理上 你可以这样 来跟这个 降落 应该就没有什么 这样的 这个问题 但是 大约的时候 大约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不可以没水 他如果 缺水 三量 就会减 一个 就会 了解 什么 我 就会 了解 我 了解